今天又来开盒了 这次的盒就比较少了 只有这些还有这些 因为最近展会的关系 所以小心买盒了 然后这两个是我跟别人换过来的 然后这边比这个五角兽 一直很瘦很多女生都喜欢 然后这个我换的是圣袋的款 其实还可以挺可爱的 所以上面有个小苹果 然后这款是蜜蜂款 其实我喜欢它凑凑的这种感觉 放在光下的话就会很好看 然后这里这三个是我找店员抽的 店员帮我抽了之后 其实我现在是不知道是哪一个挖的 但是因为已经开过了 所以我可以摇合 但是就怕不太顺 应该有两个是双子 我现在是在这两个是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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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粉粉的挺可爱的 粉粉的挺可爱的 但是因为后来又多到一次 想想就把它留下来了 这个真的是太考验人了 这个真的是太考验人了 我觉得我的时间都花了 把这个放在上面上 我放弃 我决定不过再来折腾它 然后再来开这个 双子座 双子座 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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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喷神的眼睛还是挺可爱的 这个就是全新的没有开过的 重还是有点重的 我刚才摇的时候比这三个都要重 但是我忘了我发来的是什么了 这个就是全新的 好 好了我不知道我猜不出来 我猜有可能是 应该是处女座吧 有可能是处女座 下个 呀 啊 你天哪 果然太爱我了 隐藏了 啊 啊 你天哪 隐藏隐藏 没有想到我太激动了 不好意思 因为我之前一直一直没有抽到隐藏 哇真的是简直了 然后这个是我当时终于种草攀神了之后呢 我就觉得就是我买一个来试试看吧 然后我刚开始用戳戈机我还不太熟 然后我就在商场那边买了一个 结果发现不能抽 那就好吧一直放着 然后放到现在终于好不容易想起来了 把它游寄过来了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是隐藏座 但是我刚才在摇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像个瓶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以为是那一个处女座 因为处女座也是一个瓶子 但是我没想到是隐藏 好了我跟大家说隐藏是比较重 然后摇起来的感觉就是 就是你能摇出来里面是一个瓶子的感觉 你知道吧 我太激动了 我太爱这个 我本来还打算在显示上面收的 但是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 真的是太开心了 这是我能生第一次种隐藏 哇塞 所以抽合机好吧 我一直以为抽合机对我不友好 但是现在看来其实还是友好的 然后这个呢 是阿黎的水果 我种的是那个牛油果 我本来是想拿这个跟一个小姐姐换的 但是因为给我寄过来的那个人呢 寄早了 没跟小姐姐换成 那没办法了 牛油果就牛油果吧 反正有这个 因为隐藏我就觉得很开心了 她一起寄光妈了 然后这两个呢 是 这款 是今年的艺术家 3.9的艺术家 这款是去年的狗年了 然后呢 因为我是猪年本命年 所以我今年再三九节之后 我还是决定买了一只猪 然后呢 我又看这狗年的这个还挺可爱的 加上我男朋友属狗了 所以我就买了一只狗回来 这个应该是送了一张卡片 其实别说食物看着还挺可爱的 官图 官图看着呢 觉得一般般没有兔子可爱 但是我没想到打开 还是很可爱的 这个 后边有小吃吧 前面是这样的 然后图顾这里有个爱心 然后这一块 其实还有一个Sony N9的图案 不知道 之前有没有人注意到 反正整体来看 我还是挺喜欢的 然后这一款 全新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是猜过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我还是很满意的 因为 怎么说 因为我是找店员给我买的 所以我信得过他们 这年头 我觉得能帮忙抽的店员已经不多了 我不想买土手菜 车祸现场 不好意思 我家的猫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贫 我在哪就要往哪窗 同样 这也是有个卡 嗯 相当于身份卡之类的吧 其实这个还挺可爱的 同样也是有小翅膀的 然后这一款 这个怎么说呢 树叶啊 这什么春天的气息特别浓 那也是很可爱的 不过就没有像刚才那一款样 头部上还有另一个小松年者的图案 这个就是纯叶子 然后整体来看都是挺可爱的 不知道你们更喜欢哪个呢 我的猫又在打乱了 然后这就是今天的视频了 我要去树食猫去了 拜拜